关于雅思组合 我昨天的视频好像还粒粒在目 雅思组合输了 这就是太久没有比赛的一个结果 看到他们比赛 其实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他们整个感觉不是很在比赛的那个状态之上 并且在场上碰到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 确实没有他们之前那么生猛 整体没有打出自己应该有的气势 真的是太久没比赛了 这个无话可说也没什么赞出可言 就基本上自己的实力没有发挥到60% 他们没有输给对手 他们是输给了自己 并且前段时间都在休假 我看荒雅熊还回到他的家乡进行了颁奖 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 别人偷拍荒雅球训练 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是会使用一个迷你带的训练 现在我们可以找一根轻一点的迷你带 然后套在自己的脚上 然后试一首层 这边其实也是 普通一个萨汁 困难解的一个活动 这个完了之后 然后可以把鸡皮放在西弯节处 然后三角这里 然后可以再选择做十个左右的下坡 这样的半分就可以了 这个视频里 花耳熊用的这个叫做迷你带 也是我们这个训练套装里面有两个的迷你带 就这两个小圈 我们一个重的一个轻的 我们这里面一个会有六条 用这个迷你带像花耳熊这样训练 你可以获得什么呢 你可以更好的有启动力量 能更好的热身 能让你的膝盖 屁股 大腿力量增强 再接困难球的能力会变得更猛 走下来购物车五十九块一套 六个全拿走 并且你练坏了 我给你爆换 希望接下来是试影赛 大家继续为中国队加油 评论点赞关注一波 我们多多教练